我們先敬禮 傳承主事 敬禮 了名和尚 敬禮 撒迦正空上師 敬禮 十六世大寶法王 卡瑪寶 敬禮 圖登大吉喪失 我們敬禮 譚成三寶 敬禮 今天同修的本尊 南摩本師 釋迦牟尼佛 師母 丹真甲祖 圖登師弟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唐主 以及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明伍高砲 希望 感恩 愛してる シャラメ オラミコ ケケロムチョ スゴイ 一番 気持ちいい チュミ ヤピ プリンプリン こんばんわ 今天好像 這個 要簽書 是 還要御佛 那 修這個 同修呢 修本師釋迦牟尼佛 也少了很多東西 那 這個 真的 像這樣子 在這個 西雅圖的像是也是第一次 練108遍的咒语 剩下49遍 晚上時間很短 也沒有你問我答 蛤 你問我答也沒了 現在 突然間說要 要講 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 好啦 先講個笑話吧 好 這個人又是小明的笑話 小明在網路上看到有優良品種的景權出售 一次就匯款去購買 幾天以後 送來的卻是普通的 這混種的權 小明很生氣的打電話 去罵這個店家 小明說 你們寄來的根本就不是景權 我要退錢 對方回答 景權有很多種 賣給你的便是便衣的景權 因為是便衣 所必須圍裝成為不是景權 這個大家小心網路詐騙 現在詐騙集團很多 大家要注意 這也是笑話嗎 很多人你第一次採權 都不是很好笑 那些笑話 而且這些笑話都不是很好笑 這些笑話都不是很好笑 比較就好笑 老婆问老公 老公 你说是野花香 还是家花香 老公就想 老婆肯定是在套我的 我果断的回答 家花香 谁知道老婆马上一巴掌 就打过来 老公讲 你为什么打我呢 难道我说错了吗 老婆讲 你如果没有找过野花 怎么知道家花香 好吧 我们讲回摩羯经 佛告大邪 上回我们讲回摩羯经 第一个他请舍利佛 去 维摩羯那里探病 舍利佛说不行 他没有没有资格去探回摩羯的病 他没有资格去探回摩羯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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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行 这木剑联是神通第一 他也不行 现在他找了 大茄业 是陀陀第一 就是苦行第一 为什么叫茄业呢 茄业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其实茄业两个字就是影光 影光 影 把这个光明 合掉 影光 那时候大茄业的祖先 就是影光仙人 祖先叫做影光仙人 茄业两个字的意思就是影光 所以释迦摩尼佛告诉大茄业 那么你就去 大茄业就告诉释迦摩尼佛 世尊啊 我不堪认 只比问及 我也一样 我没有资格去代表你去看维摩尼佛 所以则和 为什么呢 他就在讲 意念我细为贫礼而行起 他过去啊 在这个城里面 到很贫穷人的地方去启示 这大茄业他很同情贫穷的人 所以他所吃的东西啊 就是找那些穷人去化岩 那个阿难跟西菩提都是找有钱的人化岩 所以两个人都吃得很肥 这个大茄业专门找那个穷的人化岩 穷的人本身已经很穷了 他这个阿难跟这个西菩提 为什么找富有的人化岩 他有他的理由 他的理由是这样子讲 因为有钱人 家里有钱你给他化岩 他也不会变穷啊 但是大茄业他也有他的理由 他找那个穷的人化岩 是西菩 因为他自己以为他是福田生 是德政的阿罗汉 他可以赐福给那些穷人 让他们变成有钱人 向穷人化岩 然后让穷人能够离开这个穷困的环境 得到福德福报变成有钱人 他的理由是这样子 他的理由是这样子 所以他大茄业是跟穷人化岩 所以他吃的都是很贫穷的食物 所以大茄业很瘦 因为没有吃到营养的东西啊 所以他很瘦 他在化岩的时候啊 在脱波化岩的时候啊 有某姐来 就来跟我讲话了 他说喂 大茄业 你向穷人化岩 赐福给他们 这是你的慈悲心 这是没有错的 你有慈悲心 跟这个穷人化岩 然后赐福给他们 但是你舍掉有钱人 去跟穷人化岩 这样子我告诉你大茄业 这个就是你本身没有平等心 你是有分别心 你只慈悲穷的人 没有慈悲富有的人 这个就是分别心了 大家要很注意 这个维摩节讲的 富有的人 你不去化岩 去脱波 你从贫穷的人那里去脱波 这样子呢 就不是平等 就是不平等 你应该随顺着 你自己的缘分 走到哪里 就化岩到哪里 不管是穷的 富的 通通都平等的 是福 这个才是叫做 住平等化 这样听得懂吗 这个才叫做住平等化 你碰到什么盐 你就化什么盐 像你们这种 这种阿罗汉 还有分别心 你把那个穷的跟富的 给它分开来 这个就是分别心 你如果平等的 你碰到什么样子 你就是怎么样子 例如我们 像我们修行的 人家供养你什么 通通通都是好的 通通都给你 是福 你不能嫌弃 不能够嫌弃 很多人来到西雅图 雷藏市 忙着就找会计 找会计做什么 一百块换成一百张的一块钱 师尊摸顶一次 给一块钱 可以摸一百次 但是师尊摸顶 你给一块钱 一块钱 他一样是给你摸顶 你给一百块 也是一样的摸一次顶 不能摸一百次 你如果说 给一百块的摸一百次 给一块钱的摸一次 那这个就是不平等 平等对穷的 对富有的 是平等的四福 那个才是 其实的道理 平等其实 所以你今天 大学业专门跟穷人 没有错 你慈悲他们很穷 你是阿罗汉 你可以赐福给他们 没有错 但是你为什么 舍掉富的 专门对穷的赐福呢 这是你的慈悲 但是你已经失去了 平等心 所以你应该依照 研化 研 因研是平等 你就依照 你碰到什么 今天我们一样 我们在厨房吃饭 今天如果煮的菜不好吃 你也不能闲 照样吃 而且照样赞叹 今天煮的很好吃 你一样要赞叹 煮的不好吃 也一样要赞叹 这个就是平等 所以在维摩节大事来讲 他是以平等式众生 平等的 没有男女的分别 没有出家在家的分别 没有富穷的分别 同样都是一样的 这个叫做法性平等 法性平等 所以他就是 教证了维摩节 维摩节来教训了大企业 为什么你们本身出家人 要去化言 去托波呢 去化言 现在托波 在美国是行不通 你如果拿着坡 到这个美国人的家里 去托波 我看一去 就等下 就被打死了 还托波 你踏进他的这个 燕子就被打死了 在美国是行不通的 那在印度还是可以 像现在在泰国 还是可以 这个出家人托波 为什么要托波呢 也要有 讲出他的理由 因为你自己要修成法身 以色身 来修成法身 因为你现在是色身嘛 像我们现在都是色身 你修出法身 你修出法身没有 你修了法身 修出法身 你为了养这个色身 来修出法身 所以你必须要出去托波 那个出家人本身没有做生意 他没有赚钱 他必须要去拿着波 去跟来起食 要食物 这样才能够养自己的色身 来修行 变成法身 这就是因为 为什么你们要出来化眼的原因呢 不是为了你要吃 不是为了这个肚子 而是为了修行 你才出来化眼 才出来托波的 这个就是他的道理 为不时故应行起食 不是因为你肚子饿 是要养你这个色身 修成法身 你才做去托波的这种行为 为坏和和相故 不应期 这个 起手旁这个读着什么 也是叫做锐吧 就是 踹石 这个 起手旁 踹石 和和相 为坏和和相故 就是不要让自己的和和相 坏掉 我们人本身是和和相 世上很多东西都叫做和和相 和和相都是因缘化 我们身体是和和和相 我们身体是和和相 是组合的 我们常常讲地水佛风 组合成为你这个人 这个就是和和相 坏 如果这个和和相 如果这个和和相坏了 你就不能修行 所以不能把这个和和相给它破坏掉 你才能够修行 为了这个和和的相 为了你这个人身 为了你这个人身 设身 所以应该要吃东西 为不受雇 应受彼时 他说 这个不管怎么样子来讲 不能够坏掉世间 而出世间 有了世间 你才能够出世间 所以不能把世间 把这个沙伯世界给它弄坏掉 因为你有了这个 其实整个世界 整个世界 我们人的世界 你不能给它破坏掉 像沙伯世界 都是和和相 但是你不可以破坏掉 你破坏掉 就不能够出世间 你必须有世间 才能够有出世间 就是我们有设身 才能够修出法身 你如果没有设身 哪里会有法身 你没有世间 你就不能够出世间 所以不能够坏掉 所以不能够坏世间 也不能够坏何何相 这个道理 这样听 你们听得懂吗 所以讲这个佛啊 也是从沙伯世界 世界修行 为什么地义不会空 为什么人 都还是永远有人 为什么你度众生 度了半天 人还是那么多 便没有说 所有的人全部成佛了 世间没有了 便没有这回事 我这样子讲 这个你们稍微想一想 才能够通 因为《约门结经》 不是很好讲的 不是很容易讲的 所以不能够坏掉何何相 所以你必须要 你不能说 我通通都不吃 不吃你就饿死了 你就坏掉何何相了 所以你为了你这个设身 你应该受众生的供养 受众生的供养 以空俱想 入于俱落 所见色以盲等 所闻生以想等 所绣香以轰等 所时味不分别 这又是讲平等 我们看人 有时候会讲说 你的气色很好 有时候看到老人 觉得这个老 老有老相 年轻有年轻的相 为什么年轻 因为你身上有荷尔蒙 它使你年轻 你身上有铜炎树 它就让你年轻 你身上的这个铜炎树没有了 你就显现老相 但是不管你什么相 所看到的色跟盲等 跟你眼睛闭起来 看不到 跟眼睛张开 看得到 其实是相等 稍微想一想 这个就是平等法 你听到声音 这个人唱的歌很好听 对不对 那个人唱歌真的是很难听 师生有时候 自己觉得唱歌很好听 有时候放出那个 那个 那个 好像是放在网路上啊 我自己听 原来自己唱得那么难听 其实不管好听 不好听 是平等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因为这个东西 只是想一下而已啊 一会儿它就没有了 我以前唱一条歌 唱一半想不起歌词 觉得心里很难过 为什么我不会唱这条歌呢 后来你想一想 人家也记不住你 有唱跟没有唱是一样的啦 唱得好听跟不好听 都是一样的啦 我那一条唱不起来 那一条歌是什么歌 送给你小星星 送你花一朵 我这一条歌 我就记不起歌词啊 我就记不起歌词啊 我这条歌啊 这条歌我唱 突然间我记不起歌词 送给你小星星 送你花一朵 再来呢 你看你们都会唱 我都不会唱哦 但是不管怎么样啦 你们会唱的在底下 我不会唱的坐在上面 会唱的不会唱的 其实是平等的 要记得哦 记得这个 奇怪为什么会是平等的呢 这维摩姐讲的 会跟你讲清楚 所闻到的香跟烘 是平等的 是平等的 嗅到的香跟臭 是平等的 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神通 我们吃下去的是香的 出来的是臭的 那不是神通吗 你会变啊 神通就是变魔术啊 你吃下去的 很香很香 好吃的很 饿出来的 它是臭的 怪啦 你把那个臭的 拿出来看看 嗅嗅看 会不会变成香 甚至你吃看看 你吃下去是香的 饿出来是臭的 怎么回事 香跟臭的是一如啊 一如雷脏式的一如 平等 相跟臭的是平等的 稍微想一想看 所吃的不分别 再来他跟你讲 你所吃的不要去分别 你去碰的也不要去分别 这个就是无色声香味 这个就是无色声香味触法 六四都是无分别的 四根本是没有的 六四色声香味触法 根本都是没有的 你修行到这样子的话 你修行到这样子的话 你就没有分别心了 所以你当初 微波姐讲这个大切业 就是在讲这一点 你有分别心 其实你是不对的 其实色声香味触法 全部都是你的意识作用 你既然有意识作用 你就是没有真正的得到菩提心 这是微波姐在骂大切业的 你既然有意识的分别 你就不是真正得正的 得到的圣贤 有分别的 用意识去分别的是凡夫 没有用意识去分别的才是圣贤 佛法是这样子讲的 你的六四心还在 分别心还在 你算是什么大切业 你还是陀陀第一佛的十大弟子 你冒用了释迦牟尼佛的佛法 你根本还是有意识分别存在 你不是真正的圣贤 不是得到真正得到的人 这就骂开来了 对不对 所以你修行注意 你不能用意识心去分别 因为用意识去分别的 就是我们人啊 人才用意识心去分别啊 你圣贤哪有用意识心去分别呢 像佛菩萨坐在这里啊 真正的佛都是没有分别的 因为他根本就不动 你骂他也好啊 你赞扬他也好啊 他什么都是好的 他根本没有分别啊 谁有分别啊 这个佛法神当然有分别啊 那个就是还没有证到真正的佛的 这种最高的境界 第一异空的境界啊 只有佛才有啊 其他的是没有的 阿罗汉没有的 言解也没有的 言解也是没有的 阿罗汉也没有的 菩萨像刚刚讲 菩萨花落在身上都掉在地上 阿罗汉不是啊 他有分别啊 我不可以有花站在我身上 如果有花站在我身上 那我就是犯了戒啊 那个就是有分别心啊 还有这阿罗汉啊 他是绝对不 眼睛不看女人的 眼睛不可以看女生 看女生就是犯戒啊 那就是分别 所以这维摩节就来讲 所见色一芒 所闻声一响 所嗅香一哄 所食味不分别 受诸处如知证 知诸法如幻象 无自信无他信 我不应该再讲下去了 因为再讲下去 我们就没有办法御佛了 也不能签书了 但是我跟大家讲 讲到受诸处如知之证 讲到这里吧 好 重点在这里 你正到了第一孔 就没有意识的分别 你没有正到第一孔 你还是有意识分别 那不是真正的 真正的佛的境界 佛的境界是第一孔 好 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Wort来吧 感谢观看